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丽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水果燕麦蛋糕 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有大颗的果肉 口感松软又香甜 在大碗中准备130克的即食燕麦片 加入250毫升的热水 把它搅拌搅拌,然后静置几分钟 我准备了一颗苹果,清洗干净 先把它去皮 我用了一半的苹果 把它切成小丁 放入碗中备用 静置好的燕麦片会粘稠很多 再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几滴香草精 先搅拌搅拌 再加入40毫升的牛奶 3克的无铝泡打粉 30克的零卡糖或是白砂糖 30克融化的黄油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搅拌好了以后 成这样的干稀程度 再加入切好的苹果丁 我又加了一些蓝莓 再把它拌匀 我准备的是一个中号的吐司模具 把调好的燕麦糊倒入模具中 可以轻震几下 蒸出里面的气泡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5-10分钟 180度上下火 烤40-45分钟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具体的温度和时间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调节 烤到蛋糕上色均匀 就可以出炉了 脱模以后 我们把它晾至温热 就可以装盘 再切成薄片 就可以开动了 这款水果燕麦蛋糕 做法简单 营养丰富 口感松软又细腻 搭配上大颗的果肉 香香甜甜的 味道好吃极了 很适合给全家人做早餐 你还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 少添加一些牛奶 这样烤出来的蛋糕 口感会更加的厚重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会动手试一下吧